这是汉光演习第二天 我们今天是佛少初级 在空军第五连队的基地这边 原本要进行三型主力战机的起降 包括幻象2000 IDF金国号战机 还有F16战机的起降作业 但是呢 因为天候因素 凯米台风它已经变成中台 而且速度有再加快 因此今天早上的天气 是不允许战机起降的 所以呢 这个战机的项目是已经取消 来听国防部的最新说明 好 我想这次台风的来袭 基本上在演习期间 在演习之前 我们在计划里面 把这个部分有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都已经纳入计划里面 那么整体的演习 是依照我们统裁部的训令 以及我们天然灾害应变的 一些现行作业程序 来去执行跟分配 这里面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演习任务 是天候状况 来去做一些机动的调整 虽然很遗憾的是 没有看到三型主力战机的起降 不过地面的项目还是如期进行 现在进行的是战备跑道的开放 模拟说主跑道的时候 被敌军的导弹给炸毁 这时候呢就要出动战备跑道 也就是它可以替代主跑道 来供战机来进行起降 条件呢 它一定要是非常平整的 所以呢 一开始会先出动这个消防车 他们会在底部来进行待命 来确保这个相关安全的部分 而且呢 跑道上一定要是完全净空 连小石头都不能有 因为就算是一颗小小石头 也会影响到战机起降的安全 所以呢 它是透过一个叫做轻扫车 有点类似扫地机器人的原理 把这个整个跑道扫过一遍 把异物排除之后 才可以确保战备跑道的安全 而且呢 为了预防鸟类在这个跑道上面呢 他们也会体现出动驱鸟车 用声音把鸟群给赶走 透过以上种种的这个相关措施呢 确保战备跑道的安全 而且也要假设这个告示牌 点跟点的距离呢 大约是1000尺 大约是305公尺 提供战机可以确认安全的起降距离 这战备跑道的距离呢 因为比一般跑道还要再更短一些 透过告示牌 可以让战机更安全的来达成降落